我覺得這個世界基本上 從來都不容易 我們從來不容易 只不過有時候你覺得 有時候你不覺得 所以娛樂是很重要 娛樂就能夠分散我們的精神 令我們在痛苦裡面分散了 不覺得 所以在上個世紀90年代 香港出現了一代的生意奇才 黎智英 黎智英真正發現了 原來我們是香港人最喜歡的娛樂 就是看人家怎麼回事 我覺得很Marveless 我們看人家開心不知為何很難投入 看人家開心很難投入 你有哪個試過人家老婆生小 你擺手 有沒有 不是真的阿強 阿強生小你看看他的兒子 多像我 你不會的 看人家怎麼回事 晚上都不睡 明天一早起床 都不睡覺 嘶嘶 喵緊 喵緊 兒子不是他 兒子不是他 打了打了打了 你問心最好看的 動物紀錄片是什麼 獅子打老虎 兩隻都是白獸之王 看你哪隻 有個好看的沒有這樣 有 惡魚當殺魚 五分鐘打淡水 五分鐘淡水 五分鐘淡水 最好看的新聞片是什麼 911 是不是 你看了幾多次呀 看你也不厭的 一邊看一邊 哎呀 仆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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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餅蛋花了 有沒有六個第二餅 我從小到大 日日新聞有報道 有以巴戰爭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 日日都有的 還算是新聞 後來我就想明了 以巴戰爭 不是新聞報告 是天氣報告 那天打仗 就是那天天情 天情就是 做什麼 會去旅行去看打仗 現在的人踢球 我 我經常覺得 踢來踢去 只有兩樣東西好看 一樣東西就是 炸死 插水 明明碰你不了 哪一條泥媽都搞 那個球踢到腳就 蛤?沒有噴頭嗎? 蛤? 要不就是 通宅 蛤?買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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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是這兩樣東西最好看的 喂 踢球都這樣 你想想 打仗鬼馬幾多? 蛤?沒有炸死 炸死 是嗎? 是嗎? 炸失你的平民嗎? 歌仔他一唱 我很小就知道 真是 這個 打仗鬼是非常好看的 因為非常 混蛋 旅遊運關鍵 二八人媽 兩二中東前程